释迦又称番里汁是一种常见的热带水果 以下是其营养特点 释迦富含维生素C 有助于提高免疫力和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 释迦含有丰富的纤维素 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和预防便秘 释迦富含钾、铭等矿物质 有助于维持心血管系统健康 释迦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群 对神经系统和心理健康有益 释迦含有多种抗氧化剂 有助于抵抗自由基的损害 释迦低热量、低脂肪 适合控制体重 释迦含有多种氨基酸 对身体细胞的修复和生长有帮助 释迦有助于缓解焦虑和压力 有镇静和震动作用 释迦富含膳食纤维 可以帮助消化和吸收营养 释迦含有助于降低胆固醇和血压 有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但是世家也有一些 不能和其他食物一起食用的情况 否则会引起不适或伤害健康 以下是十种情况 不能与螃蟹、鰻鱼等 富含蛋白质的海鲜一起食用 会引起腹泻、呕吐等症状 不能与猪肝、鸭肝等 富含维生素A的动物肝一起食用 会导致维生素A中毒 不能与大枣、红枣一起食用 容易引起胃胀、腹泻等问题 不能与肌肉、鸭肉一起食用 会降低世家的营养价值 不能与红糖、冰糖等一起食用 会影响蛋白质的吸收 不能与香蕉一起食用 会导致腹泻 不能与菠萝一起食用 会引起过敏反应 不能与豆腐一起食用 会降低世家的营养价值 同时还会产生胃气、腹泻等症状 不能与柿子一起食用 会引起胃肠不适、腹泻等问题 不能与鲜奶一起食用 因为世家中含有柔酸 会与奶中的蛋白质结合 形成难以消化的物质 导致消化不良、腹泻等问题 总之 食用世家水果具有很多的营养特点 但是需要注意搭配食用 不要与以上列举的食物一起食用 以免对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